首后退行的全民强制检测 不排除会实施禁足 不少市民因而抢救物资 有离岛区的居民反映 近日根本买不到新鲜食品 有食品业界解释 部分超市出现缺货 是因为不少运输和店务人员染疫 导致未能及时上货 政府计划在今个月进行全民强制检测 但是否要配合封城或禁足措施 何时实施 怎样实施 仍然是未知之数 在不明朗因素之下 近日市面出现抢救潮 不少超市货架被清空 又离岛区居民打上电台吐苦水 早上去超市买东西 其实货架已经是清空 因为人们很早逗早去买猪肉 猪肉供应 其实有些人尤其是特首 有食品业格人士就说 部分超市出现缺货 是因为运输物流和店铺人手染疫 所以出现短缺 未能及时上货 超市的运作之下 他由于在总仓 要你卖了货 或者卖到运上的 要下单给他们 仓务总仓再运给你们的时候 在供应的运输车队 仓务的人 其实也有部分 听到是有确诊 所以这个连锁反映 是导致到那个运输 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 邵家辉就认为 近日的抢救情况不理想 如果每个市民 团积几十个星期的粮食 供应肯定会跟不上 强调现时供应稳定 又相信一旦政府实施禁足 也会有保障措施 凤凰卫视记者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